有时候老师就是自由嘛 男生呢就是去打篮球 女生呢就玩跳绳 那每次我都跑到男生了 比如说我们来打篮球 那男孩子会拒绝我 他会这么说 Tunny Chen 你不应该在这边 你要到对面去 他根本就是女孩子你知道吗 然后男生就不让我打篮球 他们觉得给我参加 他们哪一个队 哪一个队是倒大美 一顶十威 结果我觉得女生呢 真的是比较有爱心 我们女同学都会过来 他就说Tunny Chen 不要跟这臭男生玩 走到我们这边来 来玩跳绳 所以我现在啊 不会打篮球 很会跳绳 那这个很荣幸的啦 这个我们的无人社的演讲 我也讲了不少 那今天是很特别 因为今天我们东南无人社 全部都是美上海 那你们为什么那么美 你们都不知道 知生加知生了 再加知生 因为我也是也没知生美上的 我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那你们为什么那么美 因为你们心中有爱啊 其实我每次啊 这个到国人社演讲 我的心里都会在思考 因为我是住台中 那这场演讲呢 我一定要提早三个小时出发 所以呢来三个小时 回去三个小时 六个小时 再加上呢 一个小时用餐 一个小时演讲 那还有一个小时要签名拍照 要九个小时 但是我觉得是很值得 真的 因为能够让大家见见面 然后了解我 那我知道我的时间呢 主持人告诉我是到1点55分嘛 那我希望我讲到1点50分 那五分钟呢 给各位要问问题 都 Mai kai se 我想你们每年都听很多演讲者 那我们算是有缘嘛 在那么多人群当中 我们今天是喷在一块 那希望Tony Chen 听了我的演讲 真的 当你生意到挫折的时候 会给你一些鼓励 一些激励 刚才有那个 我们的会友问我说 是 如果像挫折 say no 那是代表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记得 每一个人 不管你的地位 你的经济能力 是什么 都有挫折 我们一般的人 对不对 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 他们也怨天尤人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欢迎角度 如果我们今天 听了Tony Chen的演讲之后 然后日后 你再遇到挫折 对不对 那第一个 你可以赶快打电话给我 因为我提供20小时服务专线 0918-537-113 这个是我的专线 大家可以写一下 0918-537-113 需要的时候 可以打到一个托证券 那另外我今天演讲的内容 你有记得 能够把那份挫折 对不对 本来你非常的抱怨 那你可以改变成 面对它 接纳它 然后我们想办法解决它 如果解决不了 你放下它 但我觉得赵悟臣很有趣 你知道吗 有时候啊 他给你这个挫折 他不只没有把你打败 然后反而让你怎么样 变得呢 因为这个挫折越战越有 其实呢 大家对我的印象 可能是在电视上 那因为我们这个录影电视 因为它都有桥段的 所以我们参加这个电视录影 就知道它的桥段哪一点 那电视台我也不怪它 为什么 因为啊观众喜欢看我被欺负 哦那个我们那个上电视 都有尼尔森四孝你知道吗 啊如果我被哦 这个欺负的越凄惨 我尖叫的声音哦 越大声 那个收视率都飙越高 所以啊每个电视节目 请我那个桥段啊 都是啊 安排我被欺负了 再加上呢 我自己啊 就是天气比较温柔婉约 人家欺负我 我也不会生气 啊所以就会变成得寸进尺啊 那本来啊对我来讲是一种负面的 但是这无形中啊 也有一个正面的 为什么 大家如果上网呢 电视收视率天王 啊那个就是Tony Chen 哦我每次啊 参加电视节目啊 只要一播出啊 那一天晚上一定是我收视率第一 我只有一次啊是收视率第二 我的老板神韵一个打电话给我 第一他就不必打了嘛 第二个打电话给我 陈老师 昨天播出的哦 你是第二耶 我说怎么会呢 不是一样 说第一怎么变第二 我们有去了解 你输给一个人 我说老板输给谁 说输给徐纯耶 那输给他我也不愿啦 为什么 因为那一次呢 他被呢 邱品瑞哦 从天花板摔下来 有没有 他是坐救护车去露营 那我说 你看阿妹姐坐救护车露营 我不能坐救火车啊 对不对 所以我输给人家 就这么输一次啊 所以在这边也感谢各位啊 对我 我想我是一个这样子 我是一个很认真工作的人 我今天做什么事情啊 我希望我把它做好 那电视露营呢 就是配合脚本演出嘛 那今天来演讲 也希望真的分享 如何呢 像挫折CNO 我的人生有很多的挫折 其实到目前我都有挫折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长得并不差吧 对不对 会不会看到我吃不下饭 我看不会 刚才大家真的很多胃口很好 对不对 可是啊 你看一下 我为什么在感情上 一直都没有 我不知道但是还是单身 还是SINGLE 刚才我们主持人说 亿万身价 这个亿万身价到目前还是单身 为什么 其实不是我的眼光高 我是家里的长子 也是长孙 所以我自己也认为说 我是有一个交通的责任 那因为工作的关系 也没有办法去交友 那都靠我妈妈 我妈妈都找没人 帮我说美 我妈妈真的超级没人 那我这个钱一定要赚 真的 因为我妈妈这个没人钱 大概都要在七位数了 这个要赚 那你知道这个辛苦在哪 每次没人 要是讲好要相亲了 没问题 用我的本名成志鹏 条件不错 五十一岁 身高一百六十公分 体重六十二公斤 那当老师 然后呢 房子土地都有 对 没有出院 没有喝酒 对不对 这个好像好 那没人就说 哎呦 陈妈妈 这个容易啊 对不对 我做没人 这个容易啊 结果相亲约好了 只要对方知道 陈志鹏等于通一圈 打电话来取消 为什么会取消相亲 主要原因就是怎么样 因为的话不敢跟吕修年抢 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到目前是单身的原因 是在这儿 其实这也是挫折 高速公路 TVA108万看板 到目前已经十来年了 但是大家对这个意象 还是很深刻 然后呢 在事件发生前啊 发生那几年期 对我是伤害非常的大 第一个就是演讲都被取消 刚才我们那个 介绍我的人讲说 他都要考虑 敢请我 那个时候已经请了我的 都取消 尤其机关团体学校 你知道吗 对我是很大的挫折 但是的话那件事情来讲 说真的 我拿到这儿 我拿到这儿了 不给你